大家就非常好奇 这个礼拜刚刚讲的要生死相波了 到底要延压还是会起诉 检察官手上到底有证据吗 那么因为呢 包括沈青金应小卫呢 吴顺明他们比较早 然后呢柯文哲跟彭正山他们比较晚 但是只差一个礼拜 所以要延压的话呢 那么应该会同时进行同步的这个延压作业啊 那么这个礼拜四呢 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 你在这个延压日期到前五天 必须提出这个所谓的延压申请 所以这个礼拜四 如果没有提出延压申请 就表示一定会在 那么应小卫跟沈青金他们 积压两个月期满前一定要起诉 就放了 对 一定起诉 礼拜四以前一定会决定要延压或者起诉 最晚下个礼拜这个会起诉 那如果有延压申请 礼拜四就会提出申请了 我个人比较认为 柯文哲被延压的几率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跟这个李文中 他们被这个收押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他们的共犯再逃 而且亡命海外 橘子 就橘子嘛 请问橘子回来了没有 没有 请问橘子相关的证据拿到了没有 都没有嘛 所以他的被收押的相关的要件 并没有这个因为这样而解除嘛 所以呢 那么柯文哲还有他代查 还有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不配合这个征讯整个作业的嘛 我不知道 我没有 然后呢 所有的一切推了一干二净 甚至于还有拒绝那么检察官的提讯作业等等啊 所以他们两个最不配合 然后现在呢 如果时间到的话呢 我把他们延压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至于说有关于这个 其实啊 包括这个等于说 英小卫在内呢 英小卫他们反而在这个相关的侦办的五大弊案里面 他们是属于比较适要的 把它就算不延压 然后呢 英小卫把它起诉 这也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如果站在整个这个大战略来讲 你要办这五大案的话呢 最好一次就把柯文哲一枪毙命 除非你做到这样子嘛 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起诉一点点 那个起诉一点点等等 现在你要知道哦 民众党是睁大眼睛在等着看你的起诉书哦 每个字 政治迫害 对 因为民众党啊 他跟柯文哲啊 都一样 他不会跟你讲这个整个案情 他们从头到尾 这两个月以来 八个礼拜以来 都没有人在谈案情嘛 政治迫害 然后赖切德 然后都在搞这些东西嘛 在搞司法的这个操作嘛 刚刚这个董事长在讲 骂那个黄国昌嘛 我告诉你 台湾民众党是值得信任的政党吗 台湾民众党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摆在眼前最近的一件事情就好了 黄国昌就是一个骂尔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说谎者 我跟你讲 跟大家讲个最近的案例就好了 什么案例 前几天不是 那么台湾民众党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可思议 他们里面有内贼 把一颗把一个相机跟五颗镜头 偷出来价值25万 找了三家的什么什么相机店 去把它建价贩售嘛 对不对 这是在10月11号发现以后跟警方报案 10月16号破案 10月17号的晚上6点的时候呢 那么有媒体率先布鲁出来 哇不得了啦 包括黄国昌他们就讲了 这个台北市的警察局对不对 向特定媒体爆料 告诉各位 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 特定媒体叫静周刊对不对 不是静周刊爆料的嘛 不是 因为我第一时间 马上把全国所有的媒体 报这个相关新闻的时间 全部截图 不是静周刊爆料的 什么叫特定媒体 只要报导你们民众党的事情 都叫特定媒体啊 好 那黄国昌他们非常的生气 包括许武 晚上发文啊 说我们是被害人 民众党都没有接到通知 民众党都不知道 爆料给特定的媒体 然后呢政塔大公开 噼里啪啦的卖一段 甚至于在外面进行这个 等于说 那么宣讲活动的时候 在声援 那个科文哲的时候 还把这件事情在台上 再卖一遍 不是这样吗 后来发现 你胡说八道吧 不是嘛 你造假 你胡说八道吧 今天在台北市议会 议员直接 那么咨询台北市警察局长 李希和 针对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李希和把所有的案情 讲得非常清楚 10月11号 结果报案了以后 因为事关重大 又在那么敏感的情况下 所以下令全部给我保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破案之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嘛 然后破案了以后 你知道吗 李希和今天 斩钉截铁的讲 1月16号破案抓到人 1月17号的晚上 不是傍晚晚上的时候 才有媒体报吗 对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1月17号媒体报的那天的 这个一大早 他们就打电话给民众党了 所以民众党知道了 民众党的发言人接了电话 现在就看你民众党了 但是发言人是谁 我不知道发言人是谁啊 那么李希和 警台北市警察局长 他不需要说谎 他不会说谎 他干嘛说谎 你说民众党连这个都骗 台北市警方直接打电话 给民众党 然后民众党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了 然后呢 后来是因为有媒体在问 有媒体 我请问你媒体在问 到底是从哪里泄露的嘛 然后媒体在问了以后 那么台北市警方才请示简单官 在不影响侦查 不公开的情况之下呢 适度的套论某些相关的案情嘛 连这件事情都已经 事先告诉你报案的民众党了 早上告诉你了 你下午的这个等于说六点的以后才媒体开始报 你们竟然可以这样子 含血喷人 说台北市警方 为什么这样做 侦查大公开 没有告诉我民众党 奇怪呢 你们在此之前 像这样的案例告诉各位啊 你们单单一笔 我请问一下 两个月以前 台湾民众党是怎么拼 整个事情怎么拼 不是为了一笔烂账 为了一笔政治先进报 监财运被人家发现 有三比九百多万的那个 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嘛 你做假账 做坏账 结果到现在 你竟然还做了几十位的党工 一月二十六号的薪水 根本就没有支付给这些党工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算出来至少三百四十万嘛 陈志涵正能小姐姐承认啊 那我问大家 你在作账 你们在内部作账的时候 既然有三百四十万 没有领到 请问这三百四十万 进了谁的口袋 你们是不是内部作账 你们还跟调查局的 AB档案一样 各位 你们台湾民众党 也在做AB档案吗 你们在做什么账 所以你们是一笔烂账 台湾民众党讲的话 可以相信吗 是不是 以前 他们讲说 你一本正经讲干话 我觉得也很夸张 他们是义正延迟说谎话 那天 你谎不上多凶啊 直接指责说 你们没有告诉当事人 居然告诉媒体 那那徐富马上完 马上加码 就搞了半天 真的早就已经跟民众党讲过了 叫本君 你在民众党 自己怎么联系的 还有 你们已经说谎说到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革了吗 所以非常的夸张 就是民众党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内贼偷了东西 然后你们去报案 然后警方配合报案处理之后 帮你们侦办了 办完之后还告诉了你民众党 结果你民众党 居然媒体曝光之后 马上骂警局 说你们为什么查这个东西 查一查之后 居然就把我媒体公开 还做公稿 结果事实上是什么 当媒体要查完之后 破案的当下 就马上跟民众党的发言人来联络 已经有联络 是 而且民众党也知道 那为什么民众党的立委 居然说他不知道 在装什么傻 在演什么受害人 在演什么政治受虐儿 那个表情多凶啊 而且重点是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薛福还出来讲说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们民众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警方已经跟你们的八言人来通报 为什么你们的八言人没有跟立委讲 没有跟副秘书长讲 是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还是你们明明知道 你们还要行硕一个警方 配合执政当局来贴押民众党 你们整个当然在行硕的是什么 行硕的就是你们民众党是一个政治受虐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啊 要说你们非常的残忍啊 你搞到什么 搞到柯文哲的爸爸 现在都已经在加护病房了 柯文哲的爸爸在加护病房 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土城 那在土城的柯文哲 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加护病房的病情 有多么严重 是 没错 这个照相机被偷窃这件事情 他们要行硕民众民进党 在欺压民众党 在这个柯爸爸 这个跟柯文哲 没有办法见面的状况底下 他也要行硕的是民进党在欺负啊 执政当局在欺负柯文哲 没有办法随时在柯爸爸身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但事实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大家都已经讲了啊 你柯文哲如果不要土力精华成20% 你现在会被压在土城看守所吗 不会嘛 就是因为你背弃了选民 然后违法做了这样子的财势 你现在才会被收押嘛 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现在看到的政治现金 他真的是把总统大学当洗钱中心 而且把所有的民众党的党工当人头嘛 灌水不是灌在买发票耶 灌水是灌在自己的工作同仁的薪资耶 让你的同仁要去缴税 然后钱你把它收起来吗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厚黑嘛 非常的脸皮非常厚 而且我告诉大家更可恶的是什么 在礼拜六民众党在新竹的这个造势里面 他们行说一个什么 柯美兰民众党明明知道礼拜五 柯文哲已被介护去探视了柯爸爸 可是他们在造势的场合里面 还要行说一个 你看民进党都不让柯文哲去看柯爸爸 柯爸爸重病在床 都要亲指两格 身体会太好 然后没有办法见识 第一个是谎话 第二个我要问 柯文哲的清白 应该是在司法上去争取的 怎么会是在造势场合上面 只是在那边喷口水 你们做的事情 都不是为了柯文哲的清白嘛 因为柯文哲的清白 已经无法争取 所以现在就是民众党10%的保卫战 他们现在做的所有的造势场合 无非就是要凝聚小草的那10% 凝聚小草的10% 继续对民众党支持 来干嘛 来争取蓝营的支持嘛 为了要蓝白河嘛 如果他连10%都破底 你知道蓝营 就会弃民众党而去 所以他们现在要保住10% 所以他们一而在的造势 一而在的造势 虽然没有多少人 但他们能够凝聚那10% 你知道这感觉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 很像你知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个礼拜都会有大造势 冲刺 对冲刺要干嘛 第一个要凝聚自己的支持者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自己的支持者闪掉 再去争取其他人的支持嘛 你知道民众党 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 延压或起诉 就会有一个决定 他们现在在凝聚的就是那10% 希望借由不停的造势 不停的呼喊这个所谓的司法 不公这件事情 凝聚10% 小草对民众党的支持 好 今天就讲 他们现在有很多灌水 这是想灌发票了 两个便当钱加起来是96万了 所有匪琐这些事情 都可以在民众党里面看得到 可是这个都可以灌发票 这个直接的 针对自己的员工灌水 刚刚讲你这样灌水 第一个你最简单 你会有税的问题 报税的问题 第二个 你会有刑责的问题 当然 保雅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灌水的话 你这些人等于 就是我们讲的人头账户 这是要被事情 被银行查封的 等于说你洗钱的话 你是涉及到人头账户的问题 再来第二件事情 保雅哥 我们讲到说 前面有许多 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陈志涵 其实整个民众党 非常多的发言人 知名人是都在里面 但是这个金额 你看起来没问题 对不对 2024年1月5号 换言之在选举 即将要结束最后一刻 5号发这个薪水 但保雅哥 我突然想到一件 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什么匪夷所思 那时候慧政司 是把我们踢爆 有一个叫戴宇文的 那我就请问一下 戴宇文他说民众党也有给他钱 甚至是我们讲 基金会也有给他钱 重忘基金会 那他到底是谁给他钱 到底是谁给他钱 如果这些 我们讲的 看起来都没问题 民众党是不是都跟我们讲说 有有有 我们有收到 我们只是没有收到 1月26号这个 那我就请问 你收到的到底是 民众党用总统专户给你的钱 还是基金会给你的钱 钱怎么出的 不知道嘛 你只知道说他有收到这个钱嘛 搞不好这边也给你报这些金额 比如说我们讲什么 顾差飞3万3 对不对 然后理差宣10万5751 但如果重忘基金会 如果新顾向基金会 同样也报这一笔 对 那就是双重报仗 所以你不要以为 按照规矩 他有拿到的钱 就没问题 重点在于说 你到底怎么这样 报的乱七八糟嘛 你搞不好 柯文哲那时候 新瓜粮湯完已经消贪到 一月二十六好啊 我现在还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现在差个三四百万 搞不好把我填控起来 能多报几百万 就报几百万 我的钱赶快现金 这是一个提款的概念 各位 有报就有得提款嘛 搞不好他已经先提款了 不得已 才把这些人头报到去嘛 所以刚刚的关键是 你现在看到这些福报的金额 加起来是340万 340万 如果没有进到 这些员工的口袋里面 那是进谁的口袋咧 对 那代表我们讲 刚刚讲340万是这个 1月26号 这个是扎扎实实实 实打实的 你光看就知道有够假的 什么四万四万 一万两千九 三万五三万八 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人用过这个 我们讲的小算盘 自己随便乱提上去的 因为你如果合理的薪资 应该是长得像左边这样 但左边到底是不是由 总统竞选专户出资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中间这边我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绝对进到某人的口袋 也就是不管你是奖金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你的钱很简单 如果你是薪资的话 你就要扣劳健保 或者你要扣一些税的问题 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整数 绝对不可能是整数 所以你仔细听陈志涵的讲法 陈志涵说什么 我们就算这样了啦 不清楚啦 我也搞不清楚 捡运红线跟塞车啦 但是呢 我们确实呢 发现收入支出呢 有来 错报 误报 短报 短报吧 冒杰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短报意思是说 我们有给钱 你没有记在上面 没有记在上面 对啊 我知道你们有短报啊 你知道你们短报是谁吗 柯文哲啊 就柯文哲啊 把钱都拿走了都没有报 所以陈志涵讲这个 我们讲啊 这个大傻子 因为短报才最大的问题 等于是你没有申报 然后你把里面的钱 全部掏空掏出来 不是 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他讲的云淡风轻 我都觉得 今天民众党最大的本事就是什么 你只要移入民众党 你就会学到后悔学 你就会学到 义正言辞说谎话 我就烂 我就烂 你怎样 只是我没有那么烂 但我就烂 他就是这样的嘛 所以各位 你仔细看这个奖金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我实在是不懂 一个柯老三 一个潮水退 没穿裤 一个做假民调 然后最后面搞得一塌糊涂 然后做假账 假发票 然后说全部人 我们私人不明 我们管理不当 黄珊珊有问题 黄珊应该下台 那到底为什么值得奖金啊 到底为什么值得奖金啊 对 我跟各位保证好不好 柯文哲抠扣致死的人 他绝对不会突然 大发否信给奖金的嘛 你看到下一页你就知道 更怪的一件事情了 来 这些人是谁 我们讲喔 周宇修 孙凤群 陈叉毅 戴宇文 欸 宝洁哥 这种榜上有名的人喔 你仔细看喔 1月26号 也就是我们讲的 他其实所谓的虚报 就是说没有给他们钱 但是有报上去 保证哥你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 除了说金额比较少之外 你知道谁也在里面吗 徐子余也在里面 你知道谁也在里面吗 黄兴江 黄兴江也在里面 不是黄兴江 你不是行程秘书吧 你到底关进办什么事 徐子余关进办什么事 他拿了六万次 对 保证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什么 我看懂了 他只找信任的人 因为我今天要去报这些假的账 我一定去找我可以相信的嘛 所以刚刚讲到的 今天你的名字在上面 为什么这些人现在这么惶恐 这些人为什么急着要爆料 因为现在你已经不是说 我明年我要多缴多少所得罪的问题 你如果进来 大家就问 为什么你有 那个适中没有 为什么适中有 今天瑞德没有 他就要查 你们之前知不知情 在这个东西 你到底是不是共犯结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难道只参与这件事吗 你还有没有参与别的事情 保证哥这叫做洗钱共犯 这到底很简单吗 我跟你讲 你现在问上面每一个人 包括周雨秀 每个都给你装可爱 我不知道 我傻傻 我笨笨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误报了 但我问你 这个名单 难道是随机的吗 民众党这么多的员工 进办这么多的员工 为什么偏偏好巧不好 刚好徐子瑜来 王信向来我跟你讲 还有孙凤群 绝对都知情 他们绝对都知情 因为只有找我信任的人 我把钱灌进去 你到时候帮忙一下 借个名 出离一下 他们才不会招 他们才不会爆料 但为什么现在要招 为什么现在要爆料 因为眼见东窗事发 最后我再讲一个 你以为只有最后1月26号吗 保证哥 你看一下 从这个1到17号 什么的 有人一个月零2万 有个人一个月零1万块 我问你 如果你儿子 或你女儿月薪零1万 你不气死才怪 去找老板算账 哪有人月薪零1万 还有月薪零6千6百 连这种简体都会要A 所以代表 连这种账你都要抽 最后面 A一大笔 前面 每个月都给你A 每个月都给你洗 所以你现在还怀疑吗 整个柯文哲的中文大选 从上到下 从发票到人头 到公司到薪酯 全部都是他的洗钱环节 现在明朗拿打杯子牌 明朗太无良了 太狠心了 搞人家骨肉分离 你现在把柯文哲押起来 他爸爸现在中病了 他爸爸现在都在加护病房 他现在想去看 都不能看 就是话才该讲完 柯文哲已经去看过了 包姐 现在民众党大打 所谓杯琴牌 怎么打杯琴牌呢 你看前一阵子的时候 陈美梨说什么 我明天家破人亡了 家破人亡 他讲过 他明天家破人亡 这几天的时候 民众党的议员 李国章说什么 他说柯爸已经送到 这个加护病房去了 我相信柯皮在土城不知道 然后柯爸从这到尾 他还没进加护病房 也不知道柯皮就在土城 怎么会搞到这样骨肉分离 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我们还要忍受这种执政党 多久呢 所以爸爸不知道儿子在土城 不知道爸爸在加护病房 对 台湾人 人间悲剧 人间悲剧 骨肉分离 怎么会这样子 是啊 宝贤 他10月19号这样讲 对不对 就现在人家证实了 10月18号的时候 柯皮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现在 我真的觉得 没有让睁眼说假话 他们讲话完全 脸不红 气不喘 对 没有任何愧疚 宝贤 李国章这样讲 就算了 柯美兰那天也这样讲 所以我想 他真的不知道 他哥哥去看他爸爸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完全让我有点跌破眼镜 而且宝贤 现在连柯皮去看他爸爸 都有不同的说法 一开始的时候是蔡皮鲁说 蔡皮鲁说 有党员爆料 说他是18号晚上的时候 去看他爸爸 然后有人说拿了这个 看病历 病历给他看 然后他就觉得要去看 就好像现在 陳志涵说 没有 这都是错误讯息 都没有所谓看病历这件事 而且去看他爸爸 是中午的事情 现在连时间 怎么去看 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 大家完全一团困难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报假账就算了 现在连柯文哲 去看他爸爸 你都能够有这么多说法 我都完全不知道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就讲 事实上现在 这个柯美兰 或是说陈菲奇 他们都用这个所谓的 悲情牌嘛 对 他就说呢 我爸爸身 这个柯美兰说 我爸爸身体不太好 而这个国家 执政党 押人取共 激压我哥哥 而要我独自面对 我爸爸的生病 对 宝杰这件事情 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吗 你这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啊 当然不是讲嘛 陈菲奇要好好照顾他爸爸 还有 今天你不是有个金孙吗 对啊 你的金孙呢 宝杰 柯妈妈和柯妈妈 他们有三个儿子耶 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耶 不是只有柯美兰耶 除了柯文哲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耶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耶 那不是他儿子耶 柯文哲跟陈菲奇 生了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耶 所以还有金孙耶 这我跟他讲 这是真的金孙耶 我跟他讲 以本省人来说的话 这个阿公生病的时候 他最想看到谁 金孙 金孙 你把我回来 我已经送病的时候 看到金孙 他都能做起来 那金孙现在在送啊 在日本 对 在日本啊 你要说 你要说好 真的要回来看他爸爸的时候 你跟他看阿公 你就回来嘛 金孙你就回来嘛 而且还有儿子 还有两个女儿嘛 还有陈菲奇 所以哪有你独自面对 很多人啊 而且你要说 这个为什么 我都被感动了 而且他还说是 執政党押人取共 抱歉 我跟你讲 谁要押人取共 我每天都看一看 我都觉得柯美兰你好辛苦喔 你要是没有犯这些错 人家根本没办法把你押起来 而且现在证明说 你真的有犯罪嘛 好 那我们就讲 金孙他现在到底人在哪里呢 抱歉 金孙现在在日本 逍遥的很啊 你看 这是这个金孙 他的这个账号里面 你看 这是10月13号 10月13号 这个周末我到这个集团水产去吃卖鱼饭 卖鱼饭 这家店是日本超人气的这个海鲜烧烤连锁店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 欸 包姐 他在日本吃卖鱼饭 你如果现在在家户病房 就我在那边吃这个卖鱼饭 不是 你的阿公说人家在押人取共 这个执政长非常无良 对 他害你的阿公要独自面对你阿公的这个所谓的生病 对 结果 你在日本 讲鰻鱼饭 陈佩琴说家破人亡 结果他在日本吃鰻鱼饭 你看还有很多啊 各式各样的啊 之前来说你看 待会就要起程前往日本 东京 然后预计待到明年1月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日本的话 可以私讯我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去吃观光客 不曾吃过的美食喔 这张图是厂路飞机上面的飞机餐 10月1号 你阿公在家户病房都吃不下东西了 对 所以那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独自面对 是他们不想回来面对 他们不想看到他的爸爸 所以那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啊 否则你有什么人生的问题吗 你可以回来 你们都可以回来啊 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才说 他们就用所谓的悲情牌 但事实上你这种悲情牌有用吗 我觉得你们想太多了 不是你不讲 我还不知道说对耶 今天他的金孙整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 对啊 柯富瑶还为了你要去成立一个公司的 对啊 你怎么没回来 抱歉 你看陈贝琪还有柯文哲为了他 还要去买房子看豪宅 还要成立一个富瑶公司 然后任何一个人 这个阿公最想看到的就是金孙 金孙叫我 你现在金孙在哪里 金孙你人在哪里 你现在在日本你逍遥 所以才说嘛 事实上最最夸张的是什么 大家都想要看到孙子 我的金孙在哪里呢 他现在人在日本 好所以雨宣 刚才讲的 现在民众党 整个党全力互卫 全力互卫第一个打白金牌 你们根本就是压人取共 你们完全无良 没有人性 建议长 我们现在力挺柯文哲 到底 我们一步不让 而且黄国商讲 柯文哲个人的清白 就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把人家说谎 吴董曾经讲过 说谎就要说大谎 瞒天大谎 但不好意思 在上面还有更高的层次 你知道什么吗 直接创造出一个平行时空 平行宇宙出来 我们都活在里面 你们其他人说的话 我们都不听 我们都不问 我们都不问 请问一下他黄国商 作为一个法学 康乃尔卡迪诺 随便法学博士 他知不知道 柯文哲现在 几乎已经最正确凿了 他不知道吗 他清清楚楚 他清楚吗 他不管你 柯文哲现在是 他们的圣主 是他们的训道者 黄国商就是要继承他一波 所以不管在下的话 他都要讲下去 明明1500万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确认USB 那个就是汇款 210万7个人头 我们都已经找到 但请问一下 黄国商会跟你讲说什么 四个字 没有证据 还是跟你讲没有证据 没有金流 还是会继续跟你扯这些事情 然后明明 柯文哲18号的时候 就去看到阿伯 他就跟你讲 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什么 哎呀 骨肉分离 你是敲骨吸水啦 骨肉分离 他们就会干嘛 继续跟你睁眼说瞎话 而且他对他的居者喊话说 居者们 你们不要放弃信念 不要丧失信心 相信柯文哲会继续带领民众党 改变这个国家 民众党会坚定地 站在政权的道路上面 我们一步都不让 这攸关的 不是台湾的公平正义 柯文哲的清白 更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我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当然 保陵哥 他讲的一声延迟 因为柯文哲未来是人民未来 那黄国商指的人民是什么 不好意思 你要2300万 他们现在激素 你要再乘一下 为什么要乘上5% 他们现在民调 大概只剩5% 他讲给这些人听的嘛 他们所谓的人民就是我们这5%的人 那你只要相信 柯文哲不能倒 柯文哲倒了的话 我们的天就塌了 柯文哲主席不能亡 所以对他们讲 现在真正意涵在这边嘛 但请问一下黄国商 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是希望柯文哲继续在里面 是假的 当然嘛 我才能在外继承他的一波 他不殉道的话 我跟你讲 今天只要发生一个状况 发生一个场面 黄国商也马上就绿掉 你知道什么场面吗 柯文哲两个月就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没他的份了 马上就柯主席 他必须从这种伟大的领导人 他会变成什么 趴在地上 主席主席 然后跟着在那边哭 跟着在那边叫嘛 虽然还在那边陆地 但我跟你讲 你以为民众有第一天干这种事情吗 不是吗 早就不是了 他们已经哈到 已经我们讲成金了 都全部用哈 我跟你讲 我虽然是被他们打过预防 我本来还不相信无动 你知道吗 我以前讲过 我们常常用的美地找民调 我们跟那个所谓的 这个 找代工也就是代立安 我们有长期的互动 下午 结果我当时被他吓说 你们的民调都作假 你们的民调都不准 只有我们的民调准 等到这个所谓的 选举完了以后呢 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拿出来编 我那时候吓死了 我那时候对吴董充满怀疑 想说你民调 民调的民调做错了 结果搞了半天 他们从头到我在唬我 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 对 还记得吗 我跟你讲 最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之前还特别跑到柯文哲的本专去看 他每一篇文章 都是柯文哲第一名 柯文哲第一名 柯文哲第一名 都是像这样 全部都第一名 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说 吴董的民调不准 美丽岛不准 现场的民调不准 什么最准你记得吗 街头民调最准 每个都算阿北京 连我都开始怀疑 难道街头民调最准吗 结果你知道吗 选举完1月13号 潮水退了之后 发现不止没穿裤子 连内裤都没穿错 你在干嘛 翻篇 所以现在他们在读什么 反正起诉之前 我们能虎就虎 能哈就哈 能掰就掰 反正我们就讲阿伯没有证据嘛 阿伯找不到金流嘛 阿伯都没有罪嘛 那有没有人会信 有嘛 全部都相信 所以当年他们 就已经干这种事情 所以你看喔 真的耶 他们要继续撑 连怎么撑 比如说我们讲造势场好了 明明就都完全没有人 现场就可能三五百个人 因为AI总不会骗人吧 我们请到NVIDIA 我们请到ChatGBT AI就跟你讲说 没有啦 这一两百人而已 九十人一百人而已 他们跟你喊什么 一千人 他们跟你说两千人 干嘛 又虎的嘛 还有说线上五万人 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局者民 搞不好现场的小嫂看说 我左边右边明明细数 就只有九十个人 然后上面喊一千人 他都真的相信 我有一千人了 都信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面讲话讲了 后续周宇修现在还在讲说 明明现在民众党的民调 已经岌岌可危 只剩下几% 只剩下5%了吧 而且现在是最后倒数 会5% 4% 3% 2% 1% 就要跟你讲出 没有 我们现在党员 没有办公共退 大家都很踊跃 我们党公司 大家都很热情的参与 保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 大家都犯罪集团 一起做坏事 一起打他说 我们就都上了贼船了 现在怎么下得了船 当然是最后的贼窝 我们能挖就挖 能撈就拉帽 所以我跟各位讲 等着看 等到起诉之后 你看着黄国昌 怎么假嘴变阿嘴 到时候他就跟你讲 没有啦 我跟你讲 我不管主席的事情 我要去立法院 我现在专注在我们蓝白河 专注在立法院的政场上 完全不理科问者 你等着看民众党就是翻了又翻 船倒了一层又浮 他们就是这样 不断的循环 用哈的只要你信了 你就输了 好 谁不知道 我现在也在开始摇移了 而且我旁边真的说 柯文哲真的有犯罪吗 我们会误回柯文哲了 你看黄国昌讲的 怎么多么坚定啊 不要丧失信念 不要放弃信念 不要丧失信心 相信柯文哲 会继续带领民众党 改变这个国家 他还说 要把这个国家给拿回来 这个世代夫是无耻 为之国耻 我愿意讲很简单一个事情 黄国昌讲那么多事情 他有没有在立法院 为柯文哲发生过 没有吗 一句都没有 真的假的 不说八道 他就碰到这些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嘛 这个是要 这个黄国昌更糟糕 你知道黄国昌是知道 黄国昌还 他在民法上面还有出书 他的书在大陆 还拿去当做大学的教课书 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 民法法律学者 结果变成今天讲这种话 柯文哲的为 清白是台湾人的未来 您懂我意思吗 我们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黄国昌今天到底为了什么 要讲这些话 我们现在讲很简单 相信阿伯吗 他为了理念 你相信阿伯 你相信阿伯 想要挑战我们 想要挑战我们 大家的是非价值观 把我们整个纠正过来 要跟他一起走 我们相信说 柯文哲的个人清白 是台湾的未来 柯文哲的个人清白 跟台湾未来 台湾未来是什么关系 就算他清白好了 对 那代表了台湾人民的未来吗 当然 台湾人民的未来 跟柯文哲一点鸟的关系 都没有 再讲难听一点 台湾人民的未来 跟你民众党一点 民众党已经被团灭了 你黄国昌 就为了一个立法委员 要这样子颠倒是非吗 我想不是 绝对不是 是为了什么 因为他本身是共犯结构 黄国昌只有共犯结构 才会讲这种话 我在我们在民进党 我从年轻的民进党 开始到老 到被民进党 开除党籍到今天为止 我们很简单 我们挺住 真的要挺 一步不让 一件事情就好 什么事 黄国昌去 在台北看守所门口 为柯文哲绝食嘛 你去拆心嘛 我们的民进党的前辈 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干的 对 街头跟你拼嘛 你现在在立法院 用你的立法委员职权 来修理北检的检察长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你帮他申冤嘛 对不对 你个人背书嘛 你跟他输赢到底嘛 然后你可以为了他 真的是说 台湾人民的未来的话 那当然是不是应该绝食的 你为什么不敢 他有没有在立法院 做过任何动作 他有没有个人为了 要挺科匹 付出任何一听点的代价 好像没有耶 一点都没有 所以另外一个骗子嘛 没敢讲说 现在黄国昌讲的话很硬 说我们支持阿伯 一步都不让 我们要让阿伯 把国家债给拿回来 甚至跟他讲的 阿伯的清白就代表台湾的未来 可是他现在还有小草在跟随吗 本来台湾民众党在台湾有两个县市长 那么第一个 这个等于高宏安 他已经因为班七年四个月嘛 已经停职了嘛 另外一个是金门的陈福海 请问他到底还是不是民众党党员呢 那如果他还是 他真的要退党吗 如果金门县长陈福海 还是民众党党员 因为民众党说他还是我们党员 那问题是那为什么民众党到 这个十月的时候 金门声援阿伯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在 很简单 为什么他不在嘛 很简单嘛 那小草还有没有 1月13号那个时候呢 还有369万票嘛 但是我告诉你已经腰斩一半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数字会说话 柯文哲是全台湾这十几年来啊 最重视数字的 这个网路流量的政治人物嘛 因为他靠年轻人靠网路 然后呢 不断地洗脑洗脑洗脑 然后让这些小草们 愿意一个月才这个 赚几万块 愿意同类给他两百块 同类给他几千块 这样子嘛 我问大家嘛 最近这几场的造势 你知道惨不忍睹到什么地步啊 有惨不忍睹 激南路那场好歹 还有一两万个人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来 西门町只剩下五百个人 当然啦 你也可以说很多啦 如果你把下面的捷运板 你先那些列车 却不算 最近有好几千个人啦 等到之前的什么新北啦 桃园啦 这场子我跟你讲喔 真正可怕的是 礼拜六的新竹场 你看 宝洁 你知道礼拜六为什么新竹场 会很可怕吗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在全台湾得票数 最高就在新竹 你知道他的新竹是得票 还打败了这个 等于说好友谊 然后呢 九万多票耶 百分之三十几耶 在竹北在哪里啊 新竹县市他得票率很高 他们摆了一千张的这个椅子 估计应该要超过一两千人来 你知道来了多少人 多少人 来了很多 六百个 就是六百个 连椅子都坐不完 好 不给面子就算了 新竹市是本命区的本命啊 只来了六百个人 隔天在这个屏东 你知道来了多少人 多少人 一百个人啊 一百个人 他们的讲法说 因为那个地方是绿营的这个 本命区 你错了 看看去年 事实上去年 柯文哲在很多地方的造势 不是怕死人耶 在台南 在高雄 在台北 那个造势也是一场一场 那么多人啊 小草为什么剩下这样子 何其 遼落何其 这个等于要冷清啊 因为你柯文哲干的这些事 是跟钱有关系 你伤了众多小草 跟中间血民的心啊 哎 我们今天就讲说 柯妈当然对柯文哲有影响力 可是讲说柯文哲都已经多大 都已经台北市长 你还会听妈妈的话吗 哎 不 橘子一开始搞了半天 他不是在柯文哲旁边耶 他是在拼命绞绞 他只是在一个 议员的服务处工作 哎 那个离中央多远啊 哎 就没想到 是柯妈知道之后 哎 打一通电话 跟柯文哲说 你在做什么 橘子跟人家有亲戚关系耶 他值得信任 不害你啦 哎 这样就直接从这个所谓的地方 议员服务处的公读生 一间直接 冲到市长室 不但冲到市长室 刚刚更可怕的是 我们知道哦 一个权力人物 你要判断什么 你跟他座位有多近 他居然柯文哲出去的时候 旁边坐的是谁 旁边居然坐的是橘子 另外一个 竟然 就是黄欣湘 保安哥 我们一直在讲 柯文哲听的都是听母姐会的话 原本呢想说可能是开玩笑 后来发现不对 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橘子之所以能有滔天的权力 来源于哪里 他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是我们的天主信母代表 他原来是我们天上圣母 也就是柯妈妈的代表 所以才有办法一飞冲天坐直升机 直接到达天庭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原本橘子 他是什么 小柯粉 他很爱慕柯文哲 但是呢 他有没有办法 跑到柯文哲的大内核心圈 保安哥 没有哦 一开始橘子他是干嘛 当志工 他是柯文哲的志工 柯文哲的义工 甚至是好不容易往前挤进去了 就到了哪里 胜选之后 只到了地方议员的服务处 还不是助理哦 最小的 最小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被谁知道 被柯妈妈知道 那保安哥跟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柯妈妈是千里的顺丰岩吗 当然不是 他为什么会知道 橘子跟他讲的 橘子是去给他倒嘛 说 柯妈妈 哎呦 问题 我想要在那边 他绝对是跑去跟他倒嘛 我的亲家 所以柯妈妈 一知道的时候 马上就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而已 说 问题啊 干嘛 是我们亲家的 要不要啦 他会当信任啦 要跟你害啦 你怎么没跟你努力 结果柯文哲有没有恶化 马上拉上来 马上拉上来 就来了 你知道柯文哲怎么干嘛 首创 我现在终于搞懂了 为什么会有实习生制度 因为橘子 就是 他是第一位实习生嘛 柯文哲为了他 创造了实习生制度 我们刚才讲到的 在市政府里面讲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市政府里面 你其实要站一个位置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现在问题是 你今天要把橘子拉拔上来之后 居然专设了一个实习生的制度 而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后面是专门为他设的 对 因为你如果临时 你要把他调到各个局处 不好意思 各个局处有这种证悟的系统 早就已经塞满了 所以柯文哲想出一个好办法 我这一年八年变实习生 变实习生之后 他就干嘛 你以为他实习是不是 不是 他就开始做基要秘书的工作 每天就开始随行在柯文哲 就等到社会局 有一个空缺出来 把橘子再塞进去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 柯妈一句话之后 马上一个不具有任何职位的人 就天天跟在柯文哲的身边 天天在市场是进出 所以你就想想看 凭什么 大家在讲橘子是小屁 橘子很年纪轻 橘子脾气很暴躁 把你跟我们讲 橘子响得没一个好 但有 他有一块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柯妈妈的亲家 就是靠这层关系 不是 以前来讲的 橘子有通天的本事 我都觉得非常怀疑 可是听到一个故事 我相信了 你知道在研究美国政治的时候 距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跟总统 在一个smoking rule 在里面打乔白抽烟 那个是非常接近 你可以跟总统 跑到餐厅里面 两个人吃pizza 那是很接近 可是你跟总统 两个人一块上厕所 裤子拉下来 上尿尿 那你是天下第一接近 这个距离非常重要 可是橘子怎样 还有一个是 柯文哲的车子 谁在他旁边 橘子在旁边 对 这个多离谱 他是这样子 有一天柯文哲 他就说我要去 比如说中南部 去到其他外县市去行程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这种首长 他有两种选择 一个叫搭高铁 一个叫做开车 但他想要隐秘性 想要讨论 所以他开车嘛 那开车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刚好找另外一个 市府的高官 跟他一起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就这样呢 不管他是南下还是怎么样 去到别的那件事 结果没有想到 当行程结束之后 这个高官当然想说 我怎么来的 怎么去嘛 信信然的要踩上车 主车 保留哥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你等会 不好意思 你自己搭高铁回去好不好 自己搭高铁 我有其他重要的客人要接待 结果那个高官当然傻眼嘛 保留哥 你知道重要的客人是谁吗 谁 第一个是橘子 橘子 你什么时候橘子 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什么都不是 他的时候什么都不是 根本没有挂市政府的职责 他就说 没关系橘子上 那没关系橘子 柯妈妈有交代 要留在身边我能够理解嘛 那另外一个人 我就不能理解 你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吗 谁 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中子姐 AKA说 比中子那个 对 我去经营剪掉线啊 我颜色不对啊 经营不好 就那个 九龙中子姐 就他 结果他说 他也上车了 保留哥你知道他那车身份是什么吗 柯粉 柯粉 什么都不是 他也不是密书 他只是一个柯粉 各位你知道这边 细思极恐可怕的在哪里吗 我请问一下 如果他只是柯粉的话 柯文哲总不可能在造势场合上 他说 这个狗牛很漂亮 来来来来来 就把他抓了就去车上吧 不可能这样搞了吧 一定有什么 有联系嘛 所以他如果没有事前跟他联系 如果没有留下 你怎么在上得了车啊 对 你没有跟他说 我跟你讲 信仙啊 在七点几分在什么地方 我车子会停下来等你喔 你直接过来 我赞你回台北 没有这样子交代的话 黄欣向会说 就信仪 然后就直接跑过去吗 怎么可能 一定有事前联系 那我就问 你今天随便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我讲好了 讲完 去到造势场了 把一个粉丝带上车 请问一下隔天变什么 变金周干头条 怎么可能这样干 而且再来喔 如果他原本只是粉丝的话 宝吉哥 最后一样耶 他没有背景喔 没有柯妈妈喔 他直接一飞冲天 一样变成柯文哲 最贴身行程秘书 每天大小事 我去哪里你都知道 行程秘书 他把粉丝 不是秘书 是行程秘书 他把粉丝 变成行程秘书 放在市场 是每天我看你 你看我相看良不厌 那我就请问一下 如果换做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干这种事情 大家不会傻眼麻 没关系 因为柯文哲做得到 只有柯文哲可以办到这种事情 好 四周 另外就是今天 大家非常介意的是 又有媒体直接点出了 蔡壁如的角色 本来以为说 蔡壁如是整个民众党的防腐器 之前讲说 为什么柯文哲 在第一个任内的时候 都没有出过状况 他们之前不是讲吗 柯文哲你所有的行程 你要接什么的电话 你要跟谁吃饭 你要跟谁谈事情 都要有一群人 帮你把关 这把关的头 就是蔡壁如 因为有蔡壁如的把关 才不会有出状况 那就相信 他不是防腐器吗 那应该是最干净的 你怎么会也卷在里面 对 没错 看起来的话 蔡壁如是在560的时候 392到560 这一议里面 他应该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实际上 我们在2019年的 这个当时民众党要创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说 蔡壁如其实是民众党之母 原本好像送件这个事情 来说 这个柯文哲一下子 三心二意 听说就是蔡壁如 最后他送件之后 变成是民众党能够成立 所以其实在创党之初来说 钱很多事情 都是由蔡壁如来管的 对 就没想到后来 因为他们因为钱的关系 让蔡壁如跟柯文哲 也慢慢产生了一个嫌隙 不过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发生在 因为从2020年的3月开始的时候 当时我们知道 不是这个 这个当时的柯文哲 有开始便当会 便当会开始之后 柯文哲跟这个彭胜生有密会 密会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就说 我有这个要创立民众党 那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跟这个沈静晶他们说 我有资金的需求 也就是说 沈静晶需要从560升到840的过程里面 那柯文哲需要钱 所以双方一拍集合之后 就达成了互相帮忙的这个协定 这是朱雅虎所说的这个任 这个政治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2020年3月的时候 当时我560确定了 可是我还要往前推 想要从560变成了678 在678的时候 现在媒体的报道是说 当时沈静晶还有朱雅虎 朱雅虎沈静晶 跑到市政府是跟柯文哲 还有彭正生 那时候柯文哲就提到 我成立民众党有资金缺口 对 没错 那后来呢 不是说这个 已经开了这个所谓的便当会之后 他不是有会了这个4月1号 会了这个LINE 210万 210万吗 对 210万 我们之前都知道说 他写给这个李文中 然后写的这个小陈很小气 欺人这个210万好了 但没想到 宝姐 现在才知道说 不是只有写给李文中 他还写给蔡碧鲁 还有当时的这个民众党的第一任的 这个秘书长张哲阳的这个状况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 那紧接下来 4月1号写好之后 紧接下来的话 4月15号不是 就已经有决行 有这个所谓三个这个方案 就开始送到这个都审会吗 那紧接下来的话 在那一年的8月的时候 这个这个猪亚虎 又LINE给这个柯文哲 就说什么 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鲁姐的这个薪水 老板会解决 所以哪 等等 蔡碧鲁的薪水 关 关柯文 不是 关沈欺基什么事 关猪亚虎什么事 目前为止来说话 是整个主要传出来是说 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鲁姐的薪水 老板会解决 好 那事实上 如果我们用持续来看的话 当年的时候 在这个2020年的1月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民众党有 这个选到不分区的立委 那蔡碧鲁呢 他当然当了立委 当了立委的时候 在同年8月的时候 朱雅虎有传LINE 告诉柯文哲说 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鲁姐的薪水会解决 那你到底 你给他的薪水是什么东西 这怎么有薪水 因为他已经是立法委员 他有薪水啊 那你给他的薪水是什么 所以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那个薪水是另有所指 指的是什么样的部分的薪水 另外因为他在 这个2022年的10月呢 他才是因为论文风暴的时候 他才请职立委 最后是吴欣颖递谷上去嘛 所以等于是隔了这么久的时间点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这个碧鲁姐的薪水到底是什么 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代号 还是个代称 否则你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其实有点有点奇怪 蔡碧鲁很强硬 他说没有这回事 他还要告金周刊 对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是猪亚虎说的 猪亚虎这样的言之早早 那你看透过之前的这个 我们议员也有爆料过 他这个猪亚虎有写信给蔡碧鲁 似乎在证实说 蔡碧鲁恐怕不像他当初一开始 我们认为了他很跟这件事无关 他事实上好像也是当事人之一 好 瑞德 你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讯号 就说这个礼拜会 约谈一些大咖 这个大咖会是在柯文哲旁边的重要人士 你之前就暗示 欸 蔡碧鲁 我想这跟蔡碧鲁有什么关系 就今天周刊就报道了 那么保洁昨天晚上是不是率先在本节目里面直接讲 现在被约谈的这十几个重要的人士呢 都是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士啊 他们的捐款都不是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捐款 而是USB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再直接告诉大家 为什么今天周刊报导的相关东西的这些人物 你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吗 差别在哪里 因为他们呢都没有 他们在应讯完毕以后 都没有面对大家的等于说相关的访问嘛 就一个谢国梁 谢国梁直接这样讲说 那是我家族 对不对 200万嘛 他证实一件事 就是他的家族 确实透过他交了200万给邱佩玲嘛 那意思就是跟民众党交一个朋友嘛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了以后 为什么 因为那个以色列党不是只有一页 那个以色列党在柯文哲的前五个 后五个十个全部月谈档案 那格式是一样的 格式包括日期姓名还有数字 后面还有备注 备注里面包括可能是谁介绍 可能是谁出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帮民众党说要那么进行装潢 那300万的嘉义文人 他根本就没有跟柯文哲见面 他是找他下面的一个得力的干部呢 跟把300万元的现金 拿给了柯文哲的相关的干部啊 连面都没见到 所以他的上下这些人 有时间 有姓名 有数字 我记得我昨天就在节目上讲说 300 200 500 这些数字还有80嘛 这些全部都已经来了 他们都全部证实是捐款 那我请问你 如果这样的话 上下都是捐款 一样的格式 一样的日期 一样的姓名 一样的数字 你还能讲1500是下午3点吗 我就硬咬3点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些我们台湾打官司 不是你说 不 我不知道 我是笨蛋 然后呢我把时间当做金钱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检察官跟法官都不会采息 所以事实上就咬死了 而且告诉各位 在这个ECL党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为什么呢 有一位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江湖赫赫有名的人物 现在已经潜逃出境的先生 他也捐款了 也在里面 真的假的 不过现在找不到人了 因为他已经亡命天涯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周刊出来了以后呢 结果别人都没讲话 结果谢果粮一证实了以后 Bingo 就开会了 不用说了 说那么多没话 我讲坦白的嘛 你民众党不是要金流吗 你不是说没有金流的话 阿伯就没有收款 没有收贵吗 我不知道阿伯有没有收贵 但我知道 阿伯一定会被用 汤污之罪条例名的 收贵罪起诉 而且呢事实上呢 那么全天下现在这个最重要 橘子 这个水果最重要 你在干嘛 我昨天也在本节目里面讲啊 这个 他在走的时候 带走了一个USB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年纪老花眼了 然后中年才能够见错 所以呢 如果能够有人带牢的话 我绝对不会自己 自己在那边打笔墊 打那个东西 格式一sell嘛 所以呢 橘子 他那个USB 才是原始党 他那个带走的那个USB 才是原始党 柯文哲被搜出来的这个USB 其实是copy党 那 因为他不信任别人 所以我昨天还特别讲嘛 他那个USB 是价值1300块的高级USB 拼起较好就对了 那么他会不会回来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讲 他打电话给爆料的这个 金周刊的一个记者 他有打电他跟他讨论 他到底要怎么样 欸 金周刊是被你 台湾民众党的这个 等于说总召 立法院总召黄国昌 骂了一文不说话的那是 今天还有人说什么 是新闻 新闻什么东西的 败类 新闻败类的 你们这个最重要的局质 还打电话给他 是假的 还打电话给他 请教导 大概案情怎么样 他在想我该怎么办 当然 橘子啊 你再不回来 你才三十几岁啊 你要往命天涯到什么时候 这一通缉下去一二十年啊 所以呢 事实上他的地位 非常的崇高 那你说他如果不回来的话呢 难道就办不了 柯文哲错 他现在回来 只是增加了到时候 起诉检察官手上的筹码 这样而已 事实上根据现在的筹码呢 要起诉柯文哲 贪污自制条例 错错 有余 走 现在台北震探医在传言说 柯文哲身边最重要的这些女性的智囊 或者是女性的幕僚 接下来会一个一个的被约谈 甚至有人讲 船票都被收到 可是你说 你最困惑的一点是说 吴信音为什么没有事 哪有说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跟总统 副总统的大选是有关系的 就总统都有事了 总统的这个所谓的竞选总部的仗 是一笔烂账 而副总统 副总统在过程里面 你的财产申报到现在都还没有 申报清楚哦 你中间也是一笔烂账哦 到现在 你还可以全身而退 对 没错 上次几天大家就说 这个柯文哲身边重要的女人 可能被约谈嘛 这里面可能包括说 黄珊珊 蔡碧如 陈知翰 或者是她的老婆 都可能被约谈 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人我们要注意 吴欣盈的角色 他很重要吗 为什么吴欣盈 那这一次是谁跟柯文哲一起选 吴欣盈啊 可是大家觉得他就是一个傻白甜啊 他什么都不懂啊 但是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叫他来问问看 你知道当初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些了解什么 而且我们跟他讲 资长资钱不是大概有抓出来吗 就是吴欣盈的妈妈许贤贤 曾经透过非常多的这个 也是三个她的朋友了 捐钱进去到民众党嘛 捐钱 这里面只有这些问题吗 那还有谁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知道这个台信金 已经确定掌握星光金之后 今天不是发生一件事吗 本来上个礼拜的这个 这个中石化的问题 中石化的这个债权讲说 不用我们认为说 你目前为止的债权还要问顾 今天突然就说 你中石化 你可能要再补交一些 这个所谓款项来 而且要求他说 你要提前还款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样转变 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下一个阶段 有可能就会动到吴东进 还有他们整个家族了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要说真的 吴东进或是他们整个家族来说 在这次大选里面 有没有捐钱进去总统专户里面 应该有啊 应该有 现在他一定会查嘛 之前你就已经透过你的这个 妈妈的方式 对 捐了钱到民众党里面来说 你会不会也利用 跟沈金进一浪方式 你捐了很多钱到我们这个 专户里面来 那这也是有对价关系的啊 对 这也是有非常多的对价关系 而且还有北市科 对 所以我才说 事实上接下来说 有非常多人可以约谈 而且这个吴东进这案子来说 他搞不好也跟情况成有关 因为为什么 他就是他们当初就是主导 整个金华城的连带案就是他嘛 对 就是由这个吴东进他们的星光金 跟这个中兴金 两个所主导组成的连带银行嘛 对 那这个会不会也有关系 因为当时讲说公股银行不敢接 对 为什么星光敢接 所以我才说了 接下来的话 除了他身边这四个人之外 我觉得吴欽颖还有星光的角色 我觉得慢慢慢慢会浮上台面 所以你说这个比金华城还精彩 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就说对柯文哲来说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都在他身边 恐怕会困扰他非常久的时间 好 所以吴欽颖 我每次看到吴欽颖 我都觉得他是个傻白天 拉到个傻大姐 什么都不懂 可是 看起来不对 当时在谈北枝克的时候 他是副总 副总承办的业务 就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还有 重点是他也是个副总统 可是在整个案子里面 都没有他的角色 现在是 这位柯文哲这个人 他怎么会跑去跟星光发生关系 因为那边星光八个开始打不到 这个吴东进也没有渊源的 对不对 以前是 以前星光是黄芳燕的地盘 黄芳燕地盘 甘里科文的鸟士 这么搭不上 所以他一定是主动去给他搭 因为他有个星光医院 你知道吧 有很多他的老师 在里面退休以后 在那边趴探 所以他对医院有点兴趣 第一个我觉得 他跟吴东进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星光这几年经营得很烂 对 这个银行也经营的 他的金控各方面都很不好 然后第三点我讲的坦白话 就是说我听到的消息 确定的 这个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个吴欣燕当副总统的候选的时候 他的妈妈在台北市的贵妇圈 老一辈的贵妇圈 他妈妈找了很多朋友 帮他女儿募款 那这个是我听到的消息 那听到消息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确实有吴东进他们的家族 在动员在帮他募款 对 那这个募款的东西是不是进去了 然后用谁的名义进去了 对 是不是又搞个2110 这种东西出来 不知道 但是百分之一百 他的母亲 为了他女儿 副总统这个事情 是非常的兴奋的 他家族 积极介入的 对的 他的家族开始由祖坟冒清烟 你知道吧 这确实是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家已经很背了 我所知道这个募款部分 他妈妈非常积极地在 非常积极地在介入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现在麻烦在北市科 跟其他的星光的这些业务的关系 没有像金华城那么清楚 因为柯文哲一推一句话就推掉了 分层负责 分层负责跟他没关系嘛 对不对 那一定要有人来咬柯文哲才行 对 所以北市科要办到像这种副市长 那个彭震生一口就把柯文哲咬下去了 对 这个就中了 所以没有人咬的话呢 柯文哲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他可以就算拿了募款的钱 他也可以用分层负责推掉 所以一定要直接这个首长 直接涉案的直接连结 这个连结很重要 那最后一点是什么东西 就是柯文哲这个很奇怪 你跑去跟吴冬进扯什么东西 那星光是个烂的银行 星光是个烂银行去借给这个 省心金钱这个事情呢 也是个很烂的case 因为大家把星光跟这个 跟这个台新分开 台新是一个经营非常好的银行 星光的银行部分 是在国内银行排名是 在这个后段班的 对 星光的人寿原来是前段班 那给吴冬进也搞烂掉了 也烂掉了 也搞烂掉了 好 雨萱 另外就想传说 在下个礼拜 柯文哲周边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都会收到船票 都会被约谈 现在大家非常好奇 到底是谁 因为现在整个政坛 众说纷纭 甚至 我都没有想到 连蔡壁如都被点名了 柯文哲现在出大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民众党 我们现在讲黄珊珊 陈佩琪 陈志赛 蔡壁如 基本上还讲 男性 已经我们讲完全阵亡了 因为柯文哲倒了吧 剩下这些娘子军 终于修都被约谈了 终于修 脸都清了 绿掉了 走出来了 原本讲说受果仅存的 只剩下母姐会 娘子军 结果现在肥姐 只剩下母姐会 娘子军 结果现在肥姐只剩下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 即将要约谈其中一位 女性重量级大咖 所以当然现在四个 每个都人认自为 大家都猜说到底是谁嘛 有人讲说 会不会是黄珊珊 但我讲不是黄珊珊 不是黄珊珊 她直接走出来说 没有 我没有收到船票 跟我没关系 金华城 我都完全没有关系 这么厉害 她现在闪圆圆了吧 所以黄珊珊还逮不到 那再来有人怀疑说 会不会是陈佩琪 佩琪 因为佩琪很简单嘛 整个私账 内账 到买豪宅 到这个鼠票 鼠钞票 所以陆约谈她 有可能 但我跟我讲 为什么可能不是陈佩琪 因为陈佩琪一定是留到 最后那一刻 要收网 要放上去 整个全部都放上去的时候 才会去动陈佩琪嘛 好酒店 她是那个 她是那个 这不是陈佩琪的规格嘛 我们要除你董娘的 绝对是我们讲的 抬花轿去把她抬过来去北见嘛 所以大家怀疑说 再来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个 一个叫陈志涵 一个叫蔡壁如 那为什么会说 怀疑到蔡壁如 最主要那封信 392到560 那个时间点 跟现在我们讲的560到840 是不一样的 但那时候 请问一下 朱雅虎跟谁曾经 蔡姐 她是不是写信就找蔡壁如嘛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脉络 从这个来爬出来看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蔡壁如有非常高度的可能性 因为你看 土林周明 我们讲的 回国后 金华城 澄清人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长拜会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到560了 对嘛 所以那时候就是要讨论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监察委员 那蔡壁如当中 我们没有扮演角色 所以如果392 560有问题 蔡壁如也会出问题 所以牵连这么广 但还有第二种可能 各位 为什么也有可能蔡壁如 因为蔡壁如是 动望基金会曾经的董事 他们现在说 要去查蔡壁如 最主要是因为 怀疑众望基金会 当初成立的资金来源 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不管是众望 不管是新库箱保健哥 請問一下背后都是谁 李文中嘛 李文中跟谁趴头 朱雅武嘛 所以合理怀疑 就是说如果说朱雅武 当时把这些账的款项 汇款 提供给李文中 而李文中把这样的钱 拿去作为基金会的成立跟实用 蔡壁如这边也会跑不掉 但各位 还有一个谁 就陈志涵嘛 陈志涵讲过的时候我说什么 说什么 下一个刘宝杰和乌子佳董事长 都要被约谈的真是高招 所以保德哥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我要被约谈 那乌子佳也被约谈 吓死了 你要理解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这些人我请问一下 跟巩固土利罪有没有关 在我看来 关联甚小 因为土利罪要巩固才是 检掉现在当成最后问题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跟金流有没有关 除非说只有唯一蔡壁如可能性比较高 但那个东西也是基金会的成立 现在已经确认的是 包括1500万的交付 包括我们讲210万 事实上金流部分 去扯到这四个人影响不大 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是什么 如同刚才吴子佳董事长讲的 USB我两个人 那个名单有40个人 我两个人 两个人 一个人 慢慢临持你 我四个月把这些建商 这些老板 一个一个叫来 但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边可以临持 是谁 民众党啊 周余修 我是不是把你叫来 戴宇文 其实戴宇文是会跟这个案件 有什么大关联 所以你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要修理民众党 要让那个大嘴巴闭嘴 陈志涵 这个陈志涵 绝对是最好人捲 真的高招 好 我的你的好朋友 李老臣你讲过一个 他怎么做学问 上穷弊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我现在看到北俊在办这个案子 也有那种上穷弊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搞得根本不是五大案 六大案 你而且恐怖在哪里 恐怖是你跟柯文哲 我只要查到你有任何金流往来的 我全部要查清楚 我认为这个礼拜 或是为不久的将来 要约蔡壁如的可能性 有非常大非常大 真的假的 我个人认为超过五成以上的机会 要约蔡壁如 蔡壁如太重要了 因为蔡壁如 第一个跟柯文哲现在关系恶劣 然后他第二个他高度的仇恨 这个陈志涵跟黄珊珊 所以只要约蔡壁如去 蔡壁如可以讲五个小时讲不完 我跟你讲 他可以多去几次 而郑文费一次五百多块钱 可以多给他 因为台中回来 可以给他两千块 所以我建议北俭 确实应该要早点约蔡壁如 那不是 所以蔡壁如不是 他不是共犯 但是他是最好的侦察官 他知道太多故事 他知道太多秘密 谁跟谁怎样 谁跟谁拍拖 谁跟谁吃饭 谁跟谁怎样唱歌 他通通知道 是早就给找他了 他第一次知道一大堆 这个蔡姐 蔡妈 蔡妹都可以 那个珠雅虎 那个不是重要的 我们民进党这个洪建议员 他是个土包子 他不懂嘛 检察官当然想约蔡壁如 但是不是问他有没有设案 是请他提供他们这些家伙的人脉关系 背景资料 背景资料 他太了解了 每一个人都是蔡壁如带出来的 他们身上几根毛 蔡壁如清清楚楚 只要预约 而且要多一点时间给他 要多给他举杯咖啡 让他慢慢谈 他可以讲非常多的内幕给大家听 好小平 刚刚讲的我跑新闻 我帅到现在已经跑了36年 36年台湾非常清楚 都是以反贪腐 反对金权政治为整个社会价值的主流 我没有想到说现在民众的 黄国昌馆长支流的人 挺贪腐挺得这么高兴 可是应该要讲 你挺贪腐挺成这样子 你的结果就是 小草变成寒羞草了 是嘛 别垮了嘛 这些人会全垮 我跟你讲 我没有想到在台湾敢理直气壮的挺贪腐 真可怕 脸不红气不纯不要脸 我跟你讲 真的完全垮 369万票至少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这么多吗 这三分之二叫什么吵 丢脸啊 丢脸啊 我以前捐钱 然后最后一天在 最后一天你知道我们在走路啊 我们支持侯友宜国民大 你知道一个跟旅游旅游团一样 一个比较三十岁的带二十几岁的 带十几岁的 一个拿旗子 全部几路中的走到了凯道十几万人啊 十几万人啊 他还不干你 他瞧不起你 你知道那个神情 看我们是柯文哲多光荣 而且一去人一满 多嚣张啊 全部走过去 那我们逃一连 我们就走了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所以你说 以前小草这种很鄙视的眼光 斜眼鄙视的看着你 而且 而且我跟你讲 最年长满个旗子 那前面就跟着一队 几十个 一百个 全部从中华路西门丁 从那个赤峰街 全部往那边集合 你知道吗 知道 做捷运一个一个这样出来 好 我跟你讲 现在这些人觉得羞耻 他做错事 这有羞耻吗 那些很多人站出来啊 那些叫做 馆长说他这个线上五万人耶 五万耶 馆长是刺青的猪龙草 站出来干什么 刺青 我跟你讲 这些叫寒羞草 你说 刺青的猪龙草 猪龙草 猪龙草 这些人已经离了 就瞧不起阿贝 觉得你贪污我走了 走了三分之后了 那为什么是猪龙草呢 猪龙草 最凶最狠的 然后弄下 两个猪龙草 到现在还要吃虫子 你看阿贝 那个那个 那馆长骂我 黄沃昌骂我 我那个这个叫吴怡轩啊 要扮演最凶的猪龙草 以后我还想在万华去 猪龙草 他非何心 对 宫女想当嫔妃 要表现一下 你知道 把我丢到那个猪龙草里面 想让我周小平 七十四九天化为血水 你知道吗 化为血水 真的啊 昨天时间更夸张 有一个小丑 跑到我服务处 上大号 还脱裤子上大号 等一下 这真的吗 我以为说 等一下 这小丑 我本来以为说 他把东西丢在那边 就算了 你不是 他就跑到那里 直接堆下去 脱裤子 在那边大便 警察来查案 警察那边看嘛 因为我有巡逻箱嘛 诶 怎么有人在那边大便 警察就跑来 在你的门口 南昌派出手 跑来 一堆大便 警察把头都昏了 警察都 然后把他传来 小草干这种事 干这种事 这个是不是叫猪龙草 这就是猪龙草 这些都疯了 你知道罔顾法计 做人 就令人霸齿的事情 你那里之后 有人来来往我吧 他来来往我 可以把裤子脱掉 蹲在那里 而且那也不是一秒钟 就可以解决吧 他不给他 三二一 你没了 中小平服务处 一个牌子蓝色的 对吧 国民党那是蓝色 然后 那个电梯楼梯 会上上下下的 在那边 脱裤子大便 怎么大得出来 真可怕 他真大了 真大一大堆 警察 在那边照相 然后分剧长更有趣 打电话给我 钟云远拜托 在我辖区 他犯万四次了 你知道他犯万四次 这次我们一定要对付他 我说好 我不然算了 好 这样讲 为了公共安全 我就告他 他说这一次 我说请问 我就问他们那个侦察队 这个会不会做 这难告啊 这告什么 告啊 大便也可以告人 更离谱在后面哪指大便 你知道大环便 他把他拍起来 PO上网 PO上网 他把自己的PO上网 然后分剧长跟我讲说 诶 钟委员这个PO上网 是最强的公然侮辱罪 这个可能会 不能一颗马鸡 你知道吗 我笑死人 我就去报案嘛 原来 跑到你的服务处 放了那一坨东西 对你是最强的公然侮辱 当然啦 这样就算了 还PO上 说钟晓平很烂的 照相PO上去 PO到网路上 这什么东西啊 这社会怎么变成这样 猪肉草就干这个四猪肉草